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6日 星期五 亚洲时间是8月7日 星期六 山东退役军人事务厅前副厅长于宗言被当局指控受贿罪 受贿金额高达5208万余元 6日被判刑14年半 在2011年到2018年间 余松言担任德州市公安局长的时候 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各种托海 攀岩项目5日在东京青海城市运动公园决出男子全能冠军 18岁的西班牙小将阿尔贝托·洛佩兹 夺得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攀岩金牌 本届奥运会第一次引入了运动攀岩项目 阿富汗总统发言人兼政府媒体中心主任达瓦汉·梅纳帕尔 6日在首都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 遭到了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塔利班的枪杀 国防部长穆罕默迪·关底 3日也曾遭到塔利班的攻击 路透社6日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昨天晚上的澳中商会会议上表示 澳大利亚不会为了重启双边会谈 而接受中共要澳方改变政策的要求 6日晚8点半左右 在东京士田谷区城城学园前车站附近的电车内发生砍人事件 有男子持刀砍伤了9名乘客 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身中竖刀 伤势严重 截至到美东时间8月6日下午1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71万1,183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0,164万6,868人 单日死亡是1万0,445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427万9,485人 下面介绍今天的话题 咱们今天要谈三部分内容 首先是大陆疫情情况 扬州已经几乎变成了死城了 武汉疯狂封锁了104个社区 郑州宣布全面封城 这些现象在反映着中共的疫情隐瞒相当严重 另外有网友爆料 虽然河北省没有通报疫情 但是保定市已经隔离了1680人 美中对立仍然在升温 胜利号没有撤出 中共化石的那个军演水域 而且美军又派来了增援力量 更重要的是 美国空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一项训练 直接为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做应急准备 咱们还是先说说中国大陆的疫情 从昨天一天的通报数字来看 中国大陆的疫情正在急剧升温 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说 昨天新增了124宗确诊病例 还有58宗无症状感染 总计是182例 在确诊病例当中 本土病例占了80宗 创下了半年多来的新高 其中江苏依然是高烧不退 通报了61宗 但是患者最主要是来自扬州 共有58例 淮安有2例 南京有1例 另外湖南通报了9宗 湖北通报了6例 此外河南 内蒙古 海南 云南 各有1例 无症状感染病例当中 本土病例占了21例 其中湖北是12例 河南8例 湖南1例 疫情突然升温 中国大陆的网友崩溃了 直呼救命 有的网友说 救命 江苏61例 有的说 疯了吧 江苏一共61例 扬州就有58例 还有扬州的网友说 哭了 扬州街上空无一人了 真的 我被困在家里 走都走不了了 根本不敢出去 看这些网友们的留言 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又得遭受一段时间的 这种被封锁的痛苦 但是我仍然还要提醒大家 中共通报的这些数字 未必就是真实的数字 很可能会更严重 后面我要谈到一位 体制内的官员发过来的爆料 是他们内部上午开会的 一个通知内容 就是说 中共是一贯隐瞒事实 掩盖真相 所以提醒大家 要更加小心 仅从各地方的当局 通报的这个数字看 这波疫情 南京累计的数字是228例 比扬州多了8例 但是如果按单日计算的话 扬州已经连续四天 是超过了南京 都是在高位增长 截止到目前 扬州共有一个高风险区 66个中风险区 汕头大学病毒学专家 长中山对 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扬州实际 已发生社区传播 病例数量很可能将超过南京 有网友指出 扬州的严重性 可能要超过南京 因为传播人群不同 南京市养家湖口中年人 固定两点一线 而扬州市乘坐免费公交 满市区跑着打牌 买菜的老年人 所以南京疫情是 集中机场附近 南京市区只有零星 而扬州市直接市区 人口密度太大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 扬州人是喜欢精致的慢生活 但是不断蔓延的疫情之下 往日喧嚣的扬州城 被按下了暂停键 中共官媒新华网报道 整座城市空荡荡 静悄悄 在中高风险区 最为密集的寒江区 广陵区 截面上没有一辆公交车和出租车 偶有私家车 电瓶车经过 文章表示 只有少数的超市菜场和水果店在营业 其他的店铺都已经停业了 有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 往日繁华的商场娱乐中心 是空无一人 扬州城几乎变成了死城 净得让人可怕 小区的出入口 都有防疫人员在把守 没有物业的老式居民楼 也有志愿者在职守 官媒报道说扬州是全程动员抗疫争分多秒 但是有扬州居民却反映出了不同的情况 一位住在扬州疫情爆发点附近的居民表示 住在风暴中心的我真的希望有人能看看我们 我知道有支援有捐菜 政府说控制物价 可是我亲身经历的呢 这位扬州人说 小区物业并没有人管 进出门只需要测体温 核酸检测是在小区内做 出现了确诊人员 封门后没有人登记管理 去社区询问 得到的回复是 让人们自己解决吃喝问题 没有人管 但重灾区域网络买菜 多么艰难呢 铁灯中还表示自己家是扬州本地人 有亲戚帮忙 但是老小区内有很多外地的租客和独居老人 没人帮助 不会买菜 他们怎么办 有网友今天向我爆料 最近几天在百度热议中 去搜索扬州疫情 发现只剩下10篇左右的微博 从网友发来的网络截图来看 除了显示少数正能量的帖子 基本上看不到其他内容 此外上海 南京 关于疫情的内容 网络上也是很少 仅能看到一些官媒的消息 网友说 中共在网络上封杀疫情真相 其实中共一直都在这么做 用网友的话说 这是中共的舆论维稳 怕负面消息太多 对中共统治不利 扬州 上海 南京的疫情情况 尽管是有专人删帖 但毕竟当地政府还是把封锁小区的地点名称 告诉给了当地的民众 而曾经一都武汉 只说是封锁了多少个小区 却不告诉究竟是封了哪些地方 湖北医控指挥部在今天通报说 截止到昨天 武汉已经封控管理了104个社区 武汉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封控社区和工地的人员 只禁不出严格限制人员流动 当局只说封了多少社区 却不告诉人们哪些社区被封了 网友很着急 纷纷在微博中留言 要告诉大家是哪些小区 封了哪些能不能写出来 能不能说出来具体点 不过有另一位网友 点出了当局这种做法的实质 告诉你数量就不错了 知足 要不引起哄慌 武汉的疫情情况 尽管当局不通报被封控社区的地点 但是狂封了104个社区 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 疫情是在快速的恶化 以至于一贯被党唱赞歌的 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 也在报道武汉的封锁措施 一位武汉居民罗宁 他表示 现在最好不要四处走动 外面很危险 而当局为了让人们留在家中 有的大门被汗死了 他说看着空旷寂静的街区 想起了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天 另一位叫陈静元的女士表示 经历过病毒折磨的武汉人 正在开始准备食物 消毒剂和口罩等相关物资 武汉人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与武汉人相比 郑州人现在是旧伤未去 又添心伤 72年大洪水 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许多人至今仍然是失联 这个伤痛还没有平复 现在疫情又来了 而且看郑州当局的动作 可能郑州疫情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今天下午郑州市发布了第18号命令 全市居民小区和村 实施闭环管理 暂停所有的客运搬线 什么是闭环管理呢 就是说要求全市的居民 红马和中高风险区的居民 足不出户 黄马和风控区内的居民 要足不出院 每天每户县衣人 持出入登记证 外出采购必需品 绿马的居民 非必要 不出事 这个命令中要求 与民生相关的商超便利店 农贸市场和医疗机构 实行扫码测温 实施预约错峰限流 非生活必需场所 一律暂停 尽管当局在微博中辟谣 说闭环管理不等于封城 但是从当局采取的这些措施来看 实际上就是在宣告全市封城 郑州的这波疫情 当局说是郑州第六医院感染引发的群聚感染 因此从7月5日以后 所有去过这家医院的人员都列为高风险人群 为此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前天还去了这家医院实际调研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今天报道 说孙春兰要求要刻不容缓 从严落实防控疫情的各项举措 全员核算检测 被租隔离房间 封控中高风险小区 对医院内部感染 实行零容忍 孙春兰还对全国的疫情情况提出要求 说要从严从紧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各项举措 要紧急动员紧急行动 尽快控制疫情 孙春兰的讲话中反复出现 刻不容缓紧急动员紧急行动这样的词汇 其实就是在折射着中国大陆的疫情 很可能已经是相当严重了 只不过就是中共各级政府 很可能都在隐瞒着疫情真相 外界很难了解到实情 今天凌晨三点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三点 我收到了一位网友的爆料 是两张手机截屏 这位网友是一位体制内的官员 手机截屏的内容就是 6号上午会议通知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位网友爆料的内容 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前的开会内容 但是我不能展示这两张图片 网友特别要求不能展示 只能由我来介绍其中的内容 网友以前有被领导说过的经历 所以特别要求我务必保密 也因此我连邮箱的截图也放弃了 手机截屏当中的内容有很多 提纲气领大概有22点 我那是挑选其中重要的部分 分享给大家 其中表示说 此次疫情必须引起注意 连池竞秀高开满城主要领导做汇报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连池竞秀高开满城这四个地方 发现与河北省保定市的四个区完全相同 所以我估计这个会议可能就是在 保定市的某一个相关部门开的 通知中显示 昨晚全市隔离1680人 这一点后面特别著名了两个字 保密 也就是说1680人被隔离 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通知中提到 满城税务局的某某去张家界旅游 与北京确诊者曾有密切接触 而满城区的防疫懈怠 没有实施隔离 还特别指出满城人故意隐瞒行程 涉嫌违法纪委已经介入 此外就是一些当局对防控疫情提出的 要求和具体安排 比如什么 各单位每周必须做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要求尽快接种疫苗 每天专人在门口查文扫码等等 为了验证这份爆料内容的可靠性 我是仔细的查了一下网络 看到中心网转载了一篇新京报的消息 保定的一名干部王某林 被通报为是密切接触者之后 仍然隐瞒行程 被保定市纪委立案调查 报道中表示 王某林曾与北京那位确诊者 在张家界同乘一辆缆车 但是他返回满城区之后 隐瞒了行程 曾到满城区东村参加葬礼聚餐 第二天又前往会有超市购物 8月2日又到满城区汉庭院饭店去吃饭 报道中还表示 保定市税务局党委书记韩江明 在短信中告诉新京报 王某林的情况正在调查中 通过新京报的这个消息 已经佐证了网友爆料的真实性 那么也就是说 保定市在5号的晚上 的确是已经封锁了 1680人 这些人全部隔离了 但是我在查证当中 还看到了长城网 援引河北省卫健委网站的一个数据 表示说截止到8月5号24时 河北省现有确诊病例零例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零例 对保定市有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河北卫健委是直字媒体 更没有提到保定有1680人隔离这个事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美中关系 昨天我谈到了中共与美国针锋相对 在美国启动超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 中共在南海公海 划了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 也要进行中共军队史上 最大规模的军演 但是中共划这个圈的时候 正好把美国海军的探测船胜利号 给划在了这个圈里边 这种情形相当于是中共向美国发起挑衅 试图把美国的军舰给赶出去 我昨天分析了三种情况 一个是把美舰给赶走 另外一个是中共自己缩小范围 还有一个就是双方都不退让 美舰不走中共继续军演 当然这可能是加剧美中之间的军事紧张 甚至可能会导致冲突 我一直是在关注这件事 结果在当地时间 今天凌晨4点半左右 美军RC-135S电子侦察机来增援了 据半中共官方色彩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在推文中表示 美军这架电子侦察机从日本冲绳起飞 大约在6点多一点的时候通过了吕宋海峡 早晨7点的时候飞到了中共化射的 那个演习范围的周边 RC-135S电子侦察机 有一个大家熟知的名字 就是眼镜蛇 这种飞机配备着精密的光学和电子感应器 可以侦测到半径大概是400公里的导弹动向 美军专门用眼镜蛇追踪弹道导弹和火箭的轨迹 它可以直接追踪到导弹的弹头 并且迅速计算出弹道以及着陆点 也因此中共军队把这种侦察机 直接就称为导弹监视机 所以这下更有好戏看了 美军的胜利号不仅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中共化射的那个演习范围水域 而且美军现在又派来了眼镜蛇 这种电子侦察机飞到这片海域 我想应该是有两方面的意图 一方面是继续侦察监测 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支援胜利号 美军的这个姿态显然是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 这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 你要想打那我就奉陪到底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凭实力中共不敢跟美国发生冲突 可是大家也都看到了 中共在自我加速往地狱里面冲 所以也不能排除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共自寻死路 对这一点美军可能有着明确的认识 昨天就在我们关注胜利号的这个动向的时候 美国空军第一次在民运公路上部署了现代战机 整个一上午在密西根州的M32高速公路上 有四架A10攻击机 还有两架猎狼犬运输机不断的起飞降落 美日邮报表示 美国空军在民用公路部署现代战机 是在测试潜在新冷战的准备情况 未可能与中共发生冲突做准备 说的非常直接 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这次演习是北方打击演习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最大的年度储备演习 美国交通部分享了这些现代战机 在公路上着陆和滑行的镜头 负责指挥训练的詹姆斯·罗希 这位上校表示 美国空军飞机故意降落在美国民用公路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目的是训练作战人员适用各种环境 以使美国在今天和明天都能够竞争 威慑和获胜 据美国媒体驱动器报道 高速公路演习 也是空军新的敏捷作战理论的一部分 目的是确保即使在空军基地等设施 被摧毁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作战能力 因为一旦爆发战争 机场这些地点很可能就是第一批被攻击的目标之一 第354战斗机中队飞行员约翰·雷娜 驾驶着一架A-10战斗机成功降落在了高速公路上 他表示 A-10可以降落在更多的地方 来获取燃料 武器和其他军备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行动 摆脱对手瞄准的机场 同时可以近距离的空中支援 地面部队摧毁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等 我们知道兵家常说一句话 养兵千日 用兵衣食 美军这个时候加紧训练 并且进行这种史不前例的训练 这就体现出了美军具有极强的危机意识 当然也折射出了美中关系的这种紧张程度 所以美军已经在做最坏的准备了 接下来再简单说一件事 《华尔街日报》今天独家报道 中共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 将要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 知情人透露 中共相关部门认为 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 这项处罚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宣布 同时中共还将要求美团 整顿业务 结束二选一的做法 知情人还介绍 中共对美团的垄断行为调查 从4月份就开始了 但是美团和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都没有立即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 如果中共对美团进行触发的话 那么美团将是被中共以反垄断为名 进行触发的第三家互联网企业 中国问题专家梅飞虎 前不久对德国之声表示 中共接连收拾这些大科技公司 反垄断只是一个昏眠堂红的借口 实际上是有三处目的 这位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科技政策教授认为 一方面中共是想明确要求企业 必须服从党的目标 另一方面是中共国库空虚 需要割一茬肥壮硕大的韭菜 也就是杀猪 第三方面也关乎企业领导人本身 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往往受到追捧 公开资料显示 美团是大陆市值第三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 仅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 目前它的市值大约是1700亿美元 它从全球投资者那里 筹集了几十亿美元 根据美团的报告 2020年美团的收入大约是178亿美元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展示 《真是中国》的真话活动作品 为大家展示的第一幅作品 叫做《兄妹被救千里寻亲》 还是漫画家大成先生的作品 画面上有一对年轻人 还有一对夫妻抱着一个孩子 那个年长一些的男子在听收音机 里面说灾民都领到了救援物资 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各级政府尽职尽责 然后旁边的那个小姑娘说了一句 竟瞎说 大成先生介绍 这幅画反映的是1980年代 当时他还是在东北当警察 有一次坐火车出差 大成先生为了避免麻烦 就穿着便衣上了火车 途中跟一对在校上大学的兄妹聊了起来 这对兄妹是去大兴安岭报恩 去暴打曾经的火灾中救他们命的一位老太太 有一年大兴安岭着了山火 烧毁了很多民房 也死了很多人 这对兄妹当时正在大兴安岭的亲戚家 他的亲戚是当地的一名官员 上面送来的救灾物资 官员们就进水楼台先得月 分了很多东西 等老百姓找来问救灾物资的情况 就说先分给那些困难的家庭 东西还没到全 后来这个山火越来越大 所有人都被迫逃离了 逃跑的过程当中 这对兄妹跟亲戚就走散了 在一块烧过的地面 他们就和一些人在空地上坐了下来 有人带了个小收音机 里面说在各级政府努力下 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灾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都领到了救灾物资 再后来 这对兄妹离开了人群 漫无目的地跑 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小草房 小草房中的老太太 给他们煮了几个鸡蛋 喝了一些水 算是把他们救了 其实 像那个小收音机里面 所说的情况 在中共统治下 几乎遍地都是 只要哪出现了灾情 那么这种情况 就一定会看到 展示的第二幅画作 叫做伟大剁手 画面上有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 高高地举着一把刀 正要剁向案板上的那只手 确切地说那不是手 是绿绿的韭菜 网友在文字中表示 伟大剁手总喜欢聚集所有好赌一把 结果是逢赌必输 结果剁手变成剁手 剁的是老百姓 剁的是韭菜们的手 网友说现在被中共搞出一大堆问题 整个中国都被毁了 不但经济崩塌 官场混乱 连老百姓也被变得思想变异 甚至道德沦丧 网友写道 中共这部已经报废的机器 犯下了无数的罪 伟大剁手也知道横竖都是死 已经是死路一条 但现在仍然死死绑架着中国人民 要放手一搏垂死挣扎 感谢两位朋友能够创作出这么有深意的作品 揭露了中共的邪恶 也扒开了中共的一层画皮 我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思考 大家用画笔可以揭露出事实 可以讲述真相 这既是在救人 也是在揭露历史 所以非常有意义 也是我希望大家都来参与的一个最美好的愿望 大家的作品可以寄送到我们的爆料邮箱 xwkd2017atgmail.com 我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注意的展示 然后也会上传到优乐客网站 大家如果想看以前的作品的话 也可以到优乐客网站去观赏 我们所有以前展示过的作品 都已经上传到了网站 大家可以去那里为您喜欢的作品 请点赞 另外大家在投稿的时候 请您介绍一下画作的内容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作品画得非常好 只不过其中一些使用的创作元素 我们不能准确的把握您的用意 所以需要大家做一些说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 您作品所表达的意思 还有就是如果您的作品是在别人作品之上 进行了二次创作 那么请您一并说一下这个原作出处 这样既是对原作者表达一份尊重 也可以避免我们侵犯版权的问题出现 中国弃鹰领养的这个数据表明 从1992年中共允许海外领养 从这来计算 共有大约是12万中国弃鹰 被美国人领养 加拿大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弃鹰呢 这个现象背后原来是有一条巨大的利益链 许多的中国婴儿成了中共出口创汇的商品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就跟大家聊聊 弃鹰现象的背后 看中共的敲骨吸髓 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去了解更多 我们会员网站网址是 http-双斜线沐阳寿.com 还有一个是 http-双斜线 youlucky.biz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同时也尽可能的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到我们 听到我们 接触到我们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